巴黎國家歌劇院竖琴首席艾曼紐賽宋 從六歲就開始接觸竖琴 二十五歲就在德國慕尼黑國際音樂大賽奪冠 被譽為是竖琴界的天才頑童 他笑說可能是因為媽媽懷他的時候 非常喜歡聽竖琴作品 才讓他這麼喜歡竖琴 首次來台灣舉辦的個人音樂會 除了演奏跨時代的竖琴名曲 還有歌劇的經典作品 雙手熟練的波動琴弦 彈奏出作曲家弗瑞的極興曲 身體跟著優雅的音符一起擺動 他是在竖琴界擁有天才頑童稱號的 艾曼紐賽宋 首度來台舉辦個人音樂會 我們是在音樂和音質的基礎 這真是獨立的 因為我們可以製作非常不同的音樂 顏色之類 所以這是一種音樂最豐盛的顏色 和不同類型的音樂 所以這讓我們非常敏感 因為我們觸碰到手指 而我們會感到更強的力量 我們會感到很親密的力量 調奏鳴曲以及哈塞曼茲的噴泉 還有經典的歌劇作品 三場演出內容全部都不一樣 帶大家感受竖琴的音樂魔力 艾曼紐賽宋6歲就開始接觸竖琴 隔年登台演出 成熟的技巧驚豔所有的觀眾 20歲就拿下美國國際竖琴大賽冠軍 接著在紐約青年音樂演奏會選拔賽 以及德國慕尼黑國際音樂大賽中 都拿下手獎 是當代最受矚目的竖琴天王 然後可能會再重新一些東西 竖琴有七個踏板 每個踏板有三層 手腳協調非常困難 但艾曼紐賽宋創造出獨特的背譜方式 直接跟著樂曲演出 彈奏出竖琴的無限可能